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自從買了新的相機Canon 5D 3之後 再加上有專業攝影師舉止的參數調整 我的相機完全晃然一新 追焦的成功率增加,讓我信心滿滿 所以每到假日天氣好,就想早起上山拍追焦 果然一個人入坑都需要有專業的從後面推 只是它的Sony A7R5我真的是買不起 短時間內無法出家為民 這天,跟國人約好去北宜拍追焦 中午再去宜蘭吃雞,之後餐回台北 一路途中看到一台剛摔到路邊的車 不知是蘇克達還是港車 我只知道摔得還滿嚴重的 再次奉劍出來跑的各位,要量力而為 快樂出門,平安回家,不要亂衝,不要炸街 創造一個友善的用力環境 去平林加油時,我們發現他的R15後輪正中央怎麼有一個亮亮的東西 還很剛好的朝上,一眼就看到 車才因為被撞,剛修好那幾天,又再次遇上狀況 相較之下,真的只能算是很微小的狀況 可以花錢小載,就當是渡過一劫 為什麼他坐在中間? 坐在正中間,然後插得很深 對啊,就是這種,剛好就這樣砰過去 對啊 中釘啊 剛好停在這個位置,讓我看到 超屌的 NO OH NO 這車跟你八字不合啦 為什麼你的,那麼乾淨 我跟你一樣啊,我那麼端了 沒事,中釘 對 拍完追焦,過平林之後 靠近頭城的路面,開始變得微濕 飄著毛毛細雨 衣服不會濕的那種 但還是不能夠輕步路況 再加上我的後輪是新開 還沒跑超過100公里 前輪則是用比較平的輪胎 在濕地的抓地不勝跑 因此只好壓著區間測速的寬線值 上現在 在我身後的佛人 則是因為重釘 就算是只有微微的肉騎 還是會因為那顆釘子 在騎車上更加注意 也許是又多了一份心理作用 他說在過彎時車尾會扭 只是我沒騎過 也不能下什麼結論 就像是我覺得 拍完深度不夠實 下一天騎車 一定會把街車騎成滑胎車一樣 因為電源自然更衝 一直在家中 在熱門不夠實在 大酒窗 而在熱門不夠實假 倒進去了 高麗麵 大牛麵 炸槍 開口 到宜蘭後,前往大人哥蔗香脆皮同載雞 有別於礁溪附近的那幾家 這邊先說結論 肉池更冷,雞胸不柴 皮脆香甜,油而不膩 如果下一次再來宜蘭 我一定選擇吃這間位於國道5號宜蘭交流道棚的大人哥烤雞 兩個人吃了1500 但是,跑到撐著騎回台北 車頭,車頭朝外好了 好累 這是第二顆嗎? 還是同一顆 照片對比一下 同一顆 這被磨掉了 對 看來我這一路火花袋閃電 有沒有可能是補胎的 補胎喔 這個位置補胎 感覺還是會弱 想起來不敢動 我剛才騎到車頭,你剛才說我要換人 我什麼都不說 我也不跟你補換的機會 我就是說我要換人胎 你不換那我就別家了,掰掰 依然國道旁邊的大人哥 當初是看網路上推薦 就來這邊吃吃看 然後他這邊有這種給小孩子玩的小火車 只是今天應該沒有 不然的話就是要投錢的 自動一隻雞 分屍碗的雞 鐵板豆腐 筍子跟泥湯 最後一道高麗菜 這樣總共一圈四百二十 吃飽喝足後 原本想要外帶一隻回家 只可惜因為是騎檔車 又忘記帶後座的網帶 也怕掛在車頭或後輔手 一路顛破 烤雞就變成了飛機 往地面降落 成為在地美食 又怕如果北宜公路下雨 回台北就成了洛塘雞 甘蔗的清田搭配雨水的酸 想到這邊我就放棄外帶的念頭 距離下一站也不遠 冷白粉圓 之前朋友推薦 這次騎車載來 當作跳後鐵給相當的合適 而且才三十元 用銅板就能夠得到大大的感受 好 冷粉圓 一杯三十塊 非常划算 喝完一杯冰涼的冷白粉圓之後 去路上經過的YAMAHA 詢問看看有沒有 阿蘇規格的痛感 沒想到竟然只有 相當高檔的熱熔胎 TT901 撈起來 我停阿蘇規格旁邊 V3千進去出來變V4 那我也爽 7R45的北宜中丁 直接來宜蘭換輪胎 要換GP901 現在這個是舊的 要準備把它拆掉 就這一條 等一下要裝到R15的後輪 GP901 高檔胎 全熱熔 銀色小店 就中火了 阿蘇規格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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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bro 這間店裡面神獸很多 R1 然後你的是 15 來這一家換YAMAHA良盛 然後我的車R15M 這邊神獸很多 GP901 一開文好像沒有到很多 反正全日文正常 為了騎車的安全 國人在短暫的心理掙扎後 決定逼迫錢包減肥 讓四位藍色小朋友和四位婆父離家出走 讓回程的路騎得安心 我只能安慰他 輪胎是安全的統治 也許某個緊急狀況下 這一條胎能讓你平安下裝 上一條輪胎可能讓你坐救護車回台北 我是黑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給我喜歡 我按讚訂閱和分享 謝謝 那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